再和大家看一篇施永青發表今天的文章 報入黃昏的西方文明 我有一部分同意 但有一部分和他有不同的看法 先講講我和他同意的部分 我同意的部分就是他基本上最後那一段 在歐洲政黨多元需要令選民有較多的選擇 但會導致社會無法認罪共識 社會因而被撕裂 政黨輪替頻繁的結果就是 原有的政策未完全落實 新上場的政府又推出另一套新政 導致社會的虛號很大 民主政制的理念貌似很完美 但在上來的問題射出 看來是需要作出重新檢討 我很高興有人都開始持這個意見 民主政制是否一個好政制 很明顯我們就不可以拿 因為它是民主所以作為一個論調 一個政府好不好 我們要另外設計一些量度政府好不好的標準尺寸去量度它 而它是否民主產生出來 是另一回事 這是一個選舉辦法 如何組成政府的問題 這個問題要分開 我很高興 看到人們開始感覺到 原來民主政制是不行的 民主政制基本上除了輪替之外 知道政策內容很大之外 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是一個將人民分裂 其實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對立關係 是一個互相互補關係 有些事情人民做不到 需要政府幫忙 譬如保護國家 保護自己整個土地的完整 這些個別市民做不到 要政府合力來做 另外一些事情由市民做更加容易 譬如各種各樣的創新 或者是謀生 或者是經濟 這些 有民營部分 有國營部分 互相配合一個完美的結合 到底這個如何結合法 中間很多細節 亦都需要從長計議 這一點就是我和施先生同意 民主政制這個理念 現在是時候檢討和思考 另一點我和他不同意 就是關於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 他就說 西方在文藝復興 令西方得以擺脫封建和神權的枷鎖 這個對 個人的自由意志 得到充分的發揮 無論在文化領域 經濟範疇 以及政治層面 都有長足的發展 這一點也對 接下來就未必了 他跟著的那句 我們不是很同意 他就說 世界各地的地方的人類文明 無不相迎見絕 被迫成為西方的富庸或者殖民地 所以西方文明 可以大量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 去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 最後那句我都同意 但中間那句 世界其他地方人類文明 無不相迎見絕 被迫成為西方富庸和殖民地 是的 我們是被迫成為的 但不一定相迎見絕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巧合 西方在文藝普興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擺脫了宗教 擺脫了宗教 當你那個Pandulum 擺在一邊的時候 當你一鬆的時候 他自然會迫去 另一邊更加嚴重 所以他們會很著重 沒有了神之後 說實際 現實是怎樣的 因此整個福庸理念 就在西方發展出來 這是絕對西方的優點 我絕對沒有否認 但是基於這個優點 他們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工業革命 而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 他們的文化弱點顯露無謂 他們去到世界任何地方 都是以搶劣為主 這個搶劣使他們更加鞏固自己的地位 更加富有 但這不是文化的優點 這是文化的弱點 很多文化是給你們 因為你有第一次工業革命 因此你在控制能量方面 被人增加多了 所以你在軍事上有一個優勢 而利用軍事優勢 使得很多人民散受屠殺 這個絕對不是文明的優點 我看不到這個有什麼文明優點 一個文明優點是要用文明來對待其他人 而不是其他人看成一個低等民族 有這個看法 你就不是一個好的文明 所以我就不同意這一點 就是西方的文明是西方文明 我們不可以給價值 說它是比其他文明好或者不好 我們只可以說西方文明入面 因為在西方出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先過其他地方 所以他們在過去幾百年 有一個工業上經濟上的優勢 而他們的文明使得他們利用這個工業上的 和經濟上的優勢 更加去剝奪其他人民的生存權利 這個不是一個文化優點 一個有文化的地方 是大家互用 可以多用多盛 大家一起合作 不是一個這樣的屠殺搶奪的文化 所以這點是我不同意的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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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